十二,工商時,下章議會議於九月中下旬登場,2015年九月四日兩岸焦點 A.十四賴雙魚陸委會主委下立然預計九月訪問大陸 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進行下章議會 據悉,我方因立法院新會期開議在職九月十五日開議 加上陸峰近期忙於準備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相關事宜 按時間推算,下章議會舉行時間怎可能落在九月中下旬 值得注意的是,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於九月中下旬出訪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兩岸議題預料將成為中美兩方領導人會面的話題之一 張志軍於上月訪美會五國務院官員 被外界視為試替九月歐集會將觸及的兩岸議題預先抱陳 對於下章議會的相關安排是否受歐集會影響 陸委會發言人吳美雄作三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對我方而言,影響時程安排主要還是看雙方事務首長的時間 我方因立法院將在十五日開議,將議立院議程安排為優先 歐集會非為主要考量,目前,雙方仍未最終敲定會面的時間 地點及預備初傷的議題,外界關注是否受近期兩岸在相關議題有其見的影響 包括近期因大陸舉辦對日抗戰勝利紀念 再次點言兩岸對於抗戰歷史說法不同調的爭論 吳美雄回應稱,目前還是朝下立現赴大陸訪問的規劃做準備 另外,有關六下來台中轉議題,在今年五月的下章會上 雙方設下希望在上半年達成共識,年內實施的目標 為日前的兩岸兩會第十一次高層回談上映未有具體結果 且根據海基會董事長林忠心會後說法 我方希望在年底前實施,但六方及對此表示沒有把握 等於以未五月下將會就六下中轉達成的共識跳票可能性極高 吳美雄昨日並未正面回應下章議會想雙方是否再次觸及六下中轉議題 據悉,我方仍持續透過管道與六方溝通此事